三年前 香港多了一個被人追夢的平台 只要你肯練習,身懷絕技 就一定會有被人看到的機會 三年了 接近有300個人 在《造星》舞台挑戰自己 踏入第四年,全民造星 你們怎麼了?職員證吧 怎麼了? 這裡是730廠 你們以為自己強力嗎 現在是全民造星嗎 不是…你先聽我說 你知道現在《造星I》 很多人會看 看看那些光租rapper 及至哥雲追看友 龍子拳,很多人記得的 行…我知道你很記性 但觀眾知道三年後 他們究竟在做甚麼嗎 如果想知道 記得留意逢星期一晚新一季的 囝囝女女730 有請93號Moley、彭家媛 為我們帶來舞蹈表演 Core Moley 我非常看不起你 你有用心嗎?我看不出 我們第一位嘉賓就是火爆熱血青年 Moley 參賽時25歲 當時是負責全民造星的助理編導 一直看著很多參賽者來面試 其實我站在後台 看著他們會有一種很渴望的感覺 大家為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 我想參與其中 不是一直只有一個望子 公司可以讓他停身留職 留著工作專心比賽 不過因為公司員工 即使贏了也不能獲得100萬 即使我贏了 其實我一直很渴望做那件事 我對自己的表演是沒有信心的 但是我能走出來,我要全力 我不會再因為其他人左右 而去擔心自己想做的事 我不會再說 也不如我 力友不提點去成雞 就是因為這樣 關係就一再停滯 思想太過搜狗 荒謬刻不需要理由 要趕我走找藉口 說此地不宜久留 說我不知道醜 你想我豈不是自首 其實又是誰 一直在這張咒 一直想著想口用雙手向上游 別人有的溫暖 我也想游 從小到大 世界教我對的就去追求 為何錯了 不公自貨 原則又擺到最後 雲蕩過春風吹 春風吹 吹散了婦女 時代下問問你 多少粉碎 願你不碎 乘雨過天黑黑 天光光 分散在共水 為你的心碎 熱心碎 但渴望山在天空會不碎 為何要離家出走 我怎會捨得說出口 想說受救 我都會一直在這裡守候 即使變得更醜陋 不會再等被搜救 始終隆藏不及狗鬥 仍然愛這個臭枕頭 時間留走 只不過尚未是時候 就當頭一頭 比時間尾與囚謀 要從頭失手 去建構真正老舟 不用再依靠獨舞 走去運身 就等我一個日頭白走 希望令你回心轉移 翻轉頭 祈求尚貼保佑 加油 天光光,分散在共水 為你的心碎而心碎 但渴望山在天空會不碎 歡迎… 歡迎Molly 很興奮 我們這樣也好 我相信你一定是因為 當我們《造星1罪咎》的 第一個嘉賓 而又剛剛那個反應 可以再做一次嗎 太好了… 太好了… 很精彩 但剛才的作品有甚麼訊息 想幫我佈補一下嗎 打算一個小朋友離家出走 其實這個題目 我整件事幻想是用離家出走來說 我也看到有個小朋友在那邊 一直看著那邊 看到了嗎 剛才的表現有很緊張嗎 我昨晚已經緊張到現在 直到被你們訪問,我也緊張 那我的緊張是從哪裡來的 緊張是在寫作同事 發出那份稿給我 其實之前也沒有 因為一直都是寫 好像比賽時一樣 一個星期,過多星期的時候 寫完,選擇歌 之後再練習 最壞的是甚麼 我記性差,然後又要背… 背激 剛才那段表演很長 背景大段 兩大段 然後又要上班 真的要回店 所以一直跟客人交給單位 一直在… 在老婆背景 有怕了在鏡頭面前說話嗎 其實有 沒有,完結了比賽時 我家人、甚至身邊的朋友 已經變得不懂得說話 有個最好的朋友 還有家人 很認真地跟我討論這個問題時 我都會哭出來 因為那問題真的很刺痛 你覺得自己說話不好 所以反而一直給自己越來越多壓力 還是有外面的東西影響到你 其實是雙方的 因為當時在《造星I》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我… 這個人的態度很差 這個人的態度不好 表情管理不好 在一個討論區裡 有幾個100的貼文 都是跟我說這回事 但當時因為一句話 所以我就把這堆說話硬吃掉 就是因為那時劉老師 跟我說了一句 如果這些你也受不了 你為何是藝術家 你會後悔做過這個決定嗎 沒有,因為不能後悔 因為已經做了 我現在看以前《造星I》的影片 也好,我都會反省當時自己 自己說話可否說得好一點 是否需要達到這樣的程度 其實可能一些真心的勸告 那件事也很真實 上次在尖沙咀排舞房 阿曼是幫助大家不熟悉的牌 你遲到,我覺得很不尊敬阿曼 當那一刻發生了 我簡直不喜歡她的人 你當《造星III》 你又當幕後 你會否在這個過程中 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跟某幾位參賽者溝通時 我會覺得很相似 很相類近 天無,我會覺得 為何我好像看到當日的自己 你的位置不同了 對 當時是幕後 但當時我不會馬上拿著機器 因為知道那一刻需要放鬆 需要釋懷 我告訴你一件事 大家都聽我說 好,我被人淘汰真生活的那一刻 我知道我哭了,崩壞了 我已經故意找走廊的盡頭 自己哭了 那就是謙桃 你拍著謙桃是這樣的 你不用理會我,你繼續… 你繼續… 你繼續吧 然後我哭了,為甚麼有鏡頭 我也做《造星三角》 做這些事,但不是在那些… 最危險的情況 那個人被人罵的時候 還做這些事 大家這三年都成長了很多 對,成長了很多 你繼續努力做好自己 對 相信一定會有人看到的 好,我們現在開始廣告 廣告回來 看到細貓跟他帶來的原創歌 冰原 接下來有40號的細貓英智月 細貓,未參加《造星》 已經有出道當男團 《造星I》時才24歲 還去過韓國做練習生 學習流行音樂,有豐富的經驗 連你這麼好的組織 為何拍攝拍攝會害怕青青 對不起,很緊張 謝謝 細貓承受壓力的能力 似乎越來越低 很失望 因為我覺得拍攝是一個考試 有評判去評價你 所以在評價前 你會有模型的壓力 如果是表演或是表演 就會放鬆很多 因為其中一次的同組比賽 留到私出面解釋 評判臨時故意得如其來的改動 再次令細貓承受不了比賽的壓力 差點比賽 我們這次跳失準就沒有了 為何要這樣 雖然有想過退賽 但當初決定要回來香港比賽 挑戰自己 找一條適合自己的路 我知道香港的觀眾 通常會彈大於讚 但我會盡力唱一些適合自己的歌曲 令觀眾覺得比較好 作詞曲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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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冰凍 我唯一可取暖 從回憶的快樂中 好過你借雙手 原來早托不到你 問過你借張嘴 無言以對可受氣 愛過你借火深 離流雪過降失此地 或是已死 寒冬中告別你 隨風飄過萬里 年月漸遠去 天高海闊中要放下你 是你體溫與你氣味 營搖心裡那可避 如飛花耀山盡 始終到記起 年燕波也是你 年冰川也是你 何日又雪起 輕輕一大思碎也是你 但未竟終究有限期 回憶的詞要處理 何好跟我雪上奉上你的記憶 得配合你 歡迎細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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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沒見了… 對,很久沒見了 我想問你,剛才表演完 這個表演的感覺跟你在《造星I》表演的感覺 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我覺得囝囝女女730表演的感覺 是很放鬆、很放鬆的感覺 當然是很沉靜的狀態 怎麼說 不需要亢奮 對,不需要亢奮的狀態 不需要你那些招牌看鏡頭 對 對… 你現在招牌看一次 不需要的,我們這些 即是馬上來玩的 對… 不受這套 所以是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如果相比《造星I》表演 是很有火力的 你覺得跟你現在出道 再出來表演 會否比你之前更加厲害 《造星I》的時候 自己的火候也不是很成熟 真的那一刻… 很多事情可能在練習室 或者老師教完實戰那一刻 不一樣 但現在真的出了一段時間 累積了一段時間的經驗 才能得到 但那一刻我看已經覺得很厲害 因為你無緣無故在營營 立刻在營營 做一秒就知道 韓國已經厲害了 你在韓國有訓練嗎 那時他有… 還是天生那麼厲害 那不是,有訓練的 我是天生的… 我天生的… 不,我不是天生的 韓國怎麼變 有這麼多電腦圍著你 然後就說這裡… 可能剛巧有幾台電腦 他會告訴你 我正在拍攝,你要看這邊 對於你在香港出道 有幫助嗎 不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始終… 一來唱腔 我自己覺得 首先唱腔未必一樣 可能有些人喜歡 也有很多人都未必喜歡 這件事的影響力挺大 說個秘密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在拍攝前 細貓說了一句話 他說 做甚麼歌手 我遲些拍戲吧 我想知道 多多少少可能有養分 你怎麼想到之後的方向 其實我之後的方向是因為… 自己也參加了一個 微電影比賽 對於演戲上也覺得挺有趣 如果拍攝電影或劇集的話 其實是因為人數有限制 對,而且大家都經過一些檢測 所以安全得來,又可以犯有公開 也是一件很反覆的事情 對 其實做甚麼都會犯 你有甚麼想說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我《造星1》 最深刻的動作 對 因為每天出門後 就預料有人… 對,你有甚麼不滿意 將軍澳站開始就要進入狀態 待會就被人對 那你呢 你《造星1》有甚麼最深刻的時刻 我《造星1》最深刻的時刻 很深刻的時刻 應該很不平的那一刻 其實… 僵士… 對 完打完崖 其實玩這個比賽 一開始也會這樣 也預料我會有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很生氣 看見Jerner,保錡、OT、Zero 我都很記得他們很開心 突然變得極不開心 那一刻我會覺得 我們如何面對這群朋友 將來又… 對,那一刻不開心 而會得罪了花姐 那時候又沒有想太多 我比較深刻的是… 在停車場 美國也有 對,在美國也有 我覺得在停車場排舞的時候 花姐罵了 對,有人出不來就罵了 那一刻就… 糟了,發生了甚麼事 是怎樣的 好像困了一輛車兩天 那時又很安靜 大家都不敢說話 對 那個感覺… 如果最深刻的時刻 都是《造星1》 最令你自豪… 在這三年 最令你自豪的表演 是否在《造星1》中發生了 令我真是最深刻的 那次是MIRROR演唱會第一年 即是剛剛第一年 那時候演唱會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很感觸 那一刻 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很開心 完成一個表演給觀眾看 那時候是感動的 究竟這兩、三年 你們覺得自己做了甚麼 令自己轉變 自己嘗試再學習更多不同的事情 亦是… 聲音… 對 是 這個我選擇 這個我選擇 我選擇 我選擇 放了一陣子… 放了一陣子 可以 我學多一些音樂的事情 還有很開心 跟不同的監製合作後 其實當初認為做音樂是這樣的 實際上做的事情也不一樣 這樣跟監製合作的時候 也了解自己有甚麼不足 這件事會令自己再反思 還有摸索觀眾喜歡怎樣的細貓 也是很重要的 Momo呢 最近發覺原來打坐去思考的時候 覺得自己好像舒服了、釋懷了 還有我去了學戲 學戲的過程好像… 認識了自己多了 對,正確 然後… 然後… 對,那個存在感是… 很舒服 我很久沒試過坐在這裡 不斷抄紋 但那種感覺 我沒試過要寫字,但那麼舒服 我看到你現在散發出來的能量 也很舒服 對,很舒服 很大,很舒服 剛才有一點 舒服嗎 發生甚麼事 不是 情緒…恭喜你 為何要這麼迷 我們要謝謝Momo 謝謝細貓 上來做我們的嘉賓分享 很高興今次我們的造星團聚 首先請到你們兩位 我們造星1 其實很多朋友可能乘機立室 可能正在做生意 如果上資料有更多消息 就記得留意 囝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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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囝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